非常感謝 難得收起狂妄姿態 對著鏡頭表達感謝 川普拿下共和黨總統初選 幾乎大勢已定 但一向把握的他 卻傳出希望拉攏 身價畢竟兩千億的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 敵人的敵人 有可能變成朋友嗎 因為以目前川普競選一旦來看 只有三千多萬美元 但反觀對手拜登 卻有高達一點三億美元 簡直天差地遠 那麼造成對拜登的壓力的話 那拜登也可能必須要 在某些政策方面 給這個馬斯克更多的好處 中央斯克又是仰賴聯邦政府補助 但馬斯克與拜登兩人的心結 似乎從電動車政策 再到科技禁令越現越深 指責拜登對特斯拉有偏見 凡是有利推特的事業 凡是有利於這個 他所謂的這個 斯佩克斯的東西 他都會重視 那麼今天因為美國拜登 全力在對付中國 在科技 在電動能源 在互聯網上面 所以某些人度 馬斯克可能就會變成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力量 不過馬斯克過去其實 一直都不是政治捐獻大咖 根據資料顯示 他從二零零九年以來 政治捐款竟然還不到 一百萬美元 約三千萬台幣 但身為全球第三有錢的富豪 若是他真的點頭 與川普攜手合作 恐怕將打破拜登財務優勢 讓選情出現變化 三選專業的副詞綜合報導